很多人說山羊可不可以飛針 今天我試給大家看 這輛就是龍家的XDV300 本身這個場地不算大 所以加速跳針的距離比較短 如果車的排氣和馬力不夠 是完全是跳不到針的 但這輛XDV300也有278cc 25匹馬力 所以跳針也很夠力 而且你看我這輛車入彎出彎 彈射出來的壓力其實這輛車都比較夠力 其實這個玩法就是衝進彎 在彎心已經要比喻 所以這輛車的反應也算快 這輛車的避震行程比較長 所以不會有蒙耳蝦底 還有走爛路的穩定性也比較高 但不是如你在場地挑針 這些綿羊的引擎和傳動都在車尾 所以重量全部都在尾上 所以落下的時候通常是尾輪先落下 尾避震的負荷會很大 相對比真正的爬山車 尾避震行程沒有那麼長 緩衝不夠 所以落針那一下尾避震很多時候會撞底 落避那一下車就會更厲害 所以人就完全會吃回地面的震盪 畢竟這輛都是綿羊仔 如果飛針就不同一般的二輛電單車 有油缸有車架去夾著 所以平衡技術要游回差不多 因為頭部的負荷比較少 落地那一下衝擊力沒有那麼大 所以還可以接受 那天都拿了尾箱去跳針 主要是給MOTO1拍片和拍照 正常都不會拿尾箱去跳針 越野電單車用避震的方法 比街車是很不同的 這輛車的優點是可以關掉的ABS 例如我入彎都會用頭尾避震減速 在彎上我甚至會鎖緊尾避震 靠那一下離心力踏入彎 入彎就會鬆開頭尾避震 然後會用大手油開油 踏車速彎 如果有ABS介入 它可以幫你放回彎 車手不可以做鎖尾之餘 還有剎車距離會比較長 不可以那麼準確減速入彎 所以我們要關掉ABS 另外泥地又有砂又有石 摩擦力比排油漏少 煞車還會滲滲 所以煞車距離很難預測 換言之 控制迫力動作對街車就優勢 如果越野電單車通常都要用擊指 因為我們衝入彎尾避震 如果你不用擊指 車會死火 但這輛車因為自動波 就不需要用擊指 就只用頭尾避震 下腳就是當你真的失平衡 或者一滴 可以用雙腳踏迫起車 本身其實不動 越野電單車通常是車落人落 因為越野電單車的彎速比街車低很多 不需要找人拉的車 反而按下車來入 如果越野電單車用街車的搬身落 很大機會是會炒 如果大家想真的用這輛車去玩 就要有爬山車的技術配合 雖然這輛車也有少少越野的軚紋 最主要這輛車就是逛街和泊遊路 因為軚紋不夠深 所以不能插入泥裡 爬地力不夠 所以大手油出彎 很多時候都會空轉 如果這輛車換了波浪車 就會好玩很多 在泥地便會爬地很多 減速距離會短一點 和穩定很多 這款XDV配備引擎 亦都是同廠Formula 300 和Victoria 300 用為同一副意大利名廠機器 香港版其實用了這副歐5 278cc 普通版是250 這個液晶錶板有一個胎壓錶 它會顯示巴數 它有藍牙可以連電話 電話響的同時 它就會在錶板上通知你 另外一件事就是暖手筒 三段的暖手調教 這輛屬於歷奇車輛 有一個重型的煙磋 這個ASO 已經達到10A 它充得快一點 下面的櫃桶 它就隱藏了一個USB 插 如果你用回USB 插電 就會比較慢一點 它的風鏡也有兩段調教 這個風鏡還有一塊 是比較高一點 我們還未安裝下去 另外歷奇版有一個霧燈 當你走有霧或比較黑山邊 這個霧燈也會幫到你 頭尾和指揮燈是用LED燈具 它原廠也有死火燈制 其實這套箱也是龍家的原廠出品 一套三個 也有原廠的邊廂架 露營等各方面都可以安裝非常多 提醒大家 如果安裝了邊廂的話 起大架是需要用多一點力 這個位置會比沒有邊廂 是會較少的 大家要留意 車頭部份有一塊防撞膠的裝置 車底部份也有一條防跌的金屬桿 有時在越野的地方 不小心放下車子 也不會弄回啡檸 原廠也跟著一個梯的腳踏板 這是防線的 有些水都不會弄出腳 可以放進一頂全盔的大頭佛頭盔 旁邊亦有比較多空間 頭盔可以放到藍牙 也能放進去 布蓋也能放進去 它的啟動方式 與同廠的方法 一樣是用無時開車 可以找車 可以用鎖匙來鎖車 這車最大的賣點就是座高 像這位人士般 5 呎6 吋 這個座高是比較矮的 雙腳可以碰到地上 同廠的上一款方法 大家都是用KYB 但已經升級到立前叉 尾避震也是KYB 原廠已經有淡氣瓶 裝了箱和越野路段 都會把避震領硬 吸震效果會好很多 鮑魚是放射性四傘鮑魚 配上頭尾的缸口 是非常好修 它的水箱可以就這樣開 很多車款要用工具才可以開 腎房沒有工具 各方面就可以就這樣開 這樣便很方便我們入水 給我 skill 入水箱 一罐 開車 餐延 開車 鮑魚 水箱 冷水是巨大 鑲口 joy 來了 你 感谢观看